東亞最近的就是這個美日2加2的會議 那美日2加2的會議之前 美國據說遞了一個美日作戰計畫給日本 那跟日本說 台灣有事這件事情你們要思考一下 要怎麼配合我美國 那這件事情日本到現在為止沒有非常正面的回應 但是在這個美日2加2聲明 那美國是不是再進一步的要推進這個所謂的美日作戰計畫 那現在他唯一這個資源投入最多 掌控力最強的東亞 他能夠會向中亞會向這個歐洲東歐一樣慢慢的放手嗎 還是說他現在只剩下這裡了 我非得在這裡好好的興風作浪不可 其實我看日本這個新政府也給美國一些軟釘子碰了 那因為這個2加2是1月7號嘛已經開完了 那1月6號美國就把2加2的這個雙方的共同聲明放在聯合 然後看到他國務院的網站哇洋洋傻傻 我就一直在看日本外務省網站放不放這些文件 到現在還沒放上去 到現在還沒放上去 他不想全部認賬 那就是說 也就是說一邊熱得不得了 一邊看起來是想要把它冷卻 那這一邊的話1月6號的時候 日本有一個日本的外務省的網站 放了一篇新聞稿就是說日米外向電話會談 因為日本人叫美國不是美利國 叫米啊 就是米很多的意思 就是吃得很飽的國家了 就日米米國嘛 那就是說日米外向電話會談 談了三點 三點第一個就是說 第一個啦 共同重生要實現開放印太的這個共同目標嘛 第二個日本要求米國要注重駐日美軍 在營外的活動 免得造成社區的憂慮 為什麼 因為現在在琉球這個Omicron出來 結果就變成發覺是美軍是禍首 所以現在這個日本社會關切是這個議題 不是二加二講那些東西 二加二這個東西現在 不是作戰計劃 老百姓還沒講 防疫計劃 防疫計劃 第二點啦 所以說日本的外向 林芳正要求美方跟布林肯講這一點 你們節制一下 他說你節制一下你注日的美軍 他們在營外的活動 你要拿出具體的行為 來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造成我們日本社區的一種anxiety 就是說一種憂慮 一種隱憂 也不是隱憂了就是是憂慮了 這是第二點啦 第三點 沒有談到也沒有談台海 也沒有談任何大陸的他說北韓的問題 北韓的日本方面他特別日方提出 因為1月5號北韓發射一個飛彈 他說要注重這個問題 所以日本關切是北韓 然後美方又提出一個區域安全的問題 就是提哪一個 烏克蘭的問題 跟日本提烏克蘭 跟日本提烏克蘭 要希望他用這個日文講號 日米連西 連就是連手啦 西就是西手 日米連西就是大家一個加強協調 所以就這三點 這三點我認為最重要是第二點 也就是1月7號他們舉行視訊會議前 然後林芳正日本新外相跟布林肯通話 那美國都沒提這件事啊 日本的這個外務省就把這個 就把這個這個提出來 而且日本的外務省的網站 以前很難不太談 日中之間的一些互動 我看到1月5號1月6號 四個新聞裡面 兩個跟中國有關 都是正面 雙方的學生之間的互動 什麼什麼計畫的互動 所以你要從這些 我們觀看西方媒體的話 看到可能是一面 你直接去看日本的最原始他們的資料 我覺得日美關係正在變化 然後台海的問題 我看我們台灣的媒體做了很大的文章 說不得了 台海又怎麼加碼 那怎麼樣 那我的比較一下 因為這個日米2加2是年度的 上一次開是去年的3月16號 完了也有一個共同聲明 那這個裡面講到台海問題的時候 他只講到 他說四個部長 因為是兩個部長 underscore就強調 台海穩定跟和平的重要性 這是第一次把台海問題 列入到美日2加2回答 這是去年的文本 今年呢 加了一段話 除了就是說 雙方強調台灣海峽 它不是台灣 它是台灣 Straight 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加一段 以及鼓勵 這個 就兩岸問題的 和平解決 peaceful resolution of cross-strait issues 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 加了一句話 那我不曉得 這個自由 自由時報有什麼好大作文章 你覺得日本又加碼了 美日對台灣又加強關切 你覺得加這句話是加強還是 作戰計劃變成和平解決 和平解決 表示說降溫了 日本在降溫 我認為這是降溫 就是外界都認為 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就是 就是這個好 美日安保有事 這句話不是打臉的一句話嗎 什麼有事沒事 我希望你和平解決 我希望你沒事好不好 對啊 希望你和平解決 我沒有告訴你有事要怎麼做 但是我告訴你 我希望你沒事 希望沒事 我這個可以 大家可以去 去外務省的網站去看 然後美國的 國務院的網站也可以看 那都是清清楚楚 美國在還沒開會 就雙方的共同聲明都出來 那日本到現在還沒 還沒放上 放上去的 都讓日本老百姓看嘛 很簡單就這樣 因為那份文件寫下來 我如果是日本人 我感覺是一陣屈辱啊 為什麼前半段講的 都跟上次一樣 後半段講的都是怎麼樣 美軍將來在日本的 這個住房費用 日本加強分擔到一個 五年承諾多少錢 然後那普天間基地 必事必要怎麼樣 要改什麼 都是美國人要的 全部放進去 那我就想說 日本還有主權嗎 這什麼二加二 這是二對 上對下的關係 所以日本 那個上級領導來視察的 來視察 所以看起來美國人 把他講的這個 或者說我們國內的這個 這個像自由事物 把他講的好像 哇這個又不得了了 台灣又 這個蔡英文政府 又獲得美日雙重保證 如何如何 你實際去看 不是什麼回事啊 而且我也認為 日本跟美國的 有關台海的問題 正在 在這個台面下 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 很大的變化 就是說 就日本來上 有別於安倍這種 極右派的 這種立場 那岸田文雄 我覺得就是說 正在慢慢地 在轉移 這個 對台海關係的 這種過去 安倍時代的 這種做法 這一次 這個 岸信夫還在 可是差別就變成 現在是 林芳正 那麼林芳正 過去就是 日中議員友好 同盟會的 負責人之一啊 那 我覺得這次在慢慢變化 那 從台灣角度 我的立場 我歡迎 這些國家 不要管台灣 管得太厲害 各位自己的利益 在台海聲勢 那非台灣人民之福 也不是我們也看到 那所以 我覺得他們就是說 少給一些 蔡英文政府 目前這種 獨派立場的鼓勵 對台灣人民來講 絕對是 似福非禍也 現在差不多 五十歲 四十幾歲 五十歲 上下這種悲群 他們很多人 其實都跟大陸的軍機 有打過 我們講 叫打過照面 什麼叫打過照面呢 因為 過去 特別在海峽的 這個 就是 九六年 應該說九九年 兩國論之前 那個時候 兩岸之間 整個台灣海峽 基本上空域是我們的 就是說 我們不但是在海峽 中線以東 我們可以實際 做任務 甚至海峽 中線以西 基本上也屬於 我們中華民國 空軍所控制的空域 很多可能 年輕的觀眾朋友 或大陸的讀者 觀眾說 你是姓詩 你吹牛 我跟你說 還真的是 為什麼 我服役的時候 民國九十 就是民國八十五年 也就是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六年 那時候我們基地摔掉 最後一架F-1洞四 是在哪裡摔 是在馬祖那邊摔的 馬祖已經到海峽 中線以西了吧 對不對 你看飛機能摔到那裡去 就代表過去 其實在九九年兩國論之前 整個台灣海峽 基本上是中華民國空軍的行動範圍 所以以前大陸的軍機 如果說起來 甚至出海的話 我方戰機會派戰機上去 然後過去甚至也不算攔截 但是你就是會依照他的飛行方向 然後就可能會有這個介護機 大家會隔個一段距離 互相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然後有的時候 以前我剛剛講九九年之前 甚至於那時候 還不是那麼緊張的時候 有時候就看到他 大家看看 然後可能甚至於在空中彼此經驗頭 然後但是也跟 然後我們這個飛行員之後 也不會跟他用講話 但是就跟他說 那就是說這邊 或者是我們的 然後你回去 然後那這邊看看 你懂了就回去了 你手語了 對對對 用一些手勢比比 就是說你回去這樣子 你知道他就回去了 對 所以那像譬如說 現在F16V跟殲16 因為其實 因為我們講到 像現在那個西南空域 西南空域不是現在幾乎天天有空情嗎 什麼叫空情 就是大陸的軍機 可能是這個 他們的反潛機 幾乎每天都會出來巡填水一下 既然原本我們這個 防空識別區的這個西南角這一塊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講過 因為我們沒有空中夾手機 我們不可能常常讓我們的飛機 在那邊飛來飛去 所以現在那邊顯然變成大陸的填水了 所以他們每天都會派個 這個反潛機出來巡個填水 然後這時候有時候 如果說有這個數量比較大的 這個大陸戰機 或者像這個殲16 它是戰鬥轟炸機出來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戰機也是會不計成本的 飛過去要靠近一點 那這時候靠近一點的時候 這個時候雙方彼此之間 以戰鬥機來說 大家可能是我剛剛講 就是這樣平行的飛 為什麼 因為以戰鬥機的飛機來講 它絕對不會讓你飛到它的後面去 那像那個之前那個報導上說 他們去訪問加以基地 加以基地的飛機說 我們飛在那個大陸戰機的前面 真正戰鬥機飛機不會幹這種損失 為什麼 飛前面的危險啊 你飛前面 被後面的鎖定 對 你看就靈都知道 屁股就留給人家打了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如果戰鬥機雙方在海峽上空 或是這種空域碰到的時候 其實彼此大概可能雙方是保持這樣一個態勢 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以前是我們的戰機在這邊 或者不管由南向北或由北向南 大家比比手 如果近的話比比手是遠的話 其實就遠遠的互相對望 這個時候其實就代表 我們的戰機其實通常大概也已經接近到 大陸的殲-16戰機 但是距離絕對不會太近 因為現在雙方戰機 彼此之間有一定性能的差距 所以我們也會離他一段 等於說我們監控對方 對方也監控我們 大家互相看對方的情況 當然我們也絕對不會採取 因為目前畢竟還是雖然說是情勢很緊張 但是軍事上的態勢來講 不能做太提高衝突的手段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也不會去飛到人家的後面了 因為你飛到人家後面 在戰機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具備敵意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可能對方就要不讓你在他的後面的位置的話 他就會有各種這種空戰動作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能在上面就鬥起來 那這個時候就很難避免 擦槍折火就變成可能了 所以其實我們的攔截的這種規定 或我們看到這些照片 相對來說大概也都是跟大陸的戰機 像這種殲-16戰機或殲-10戰機 要嘛就遠遠的在後面看到 要嘛就是這樣看到 基本上來說不會離太近 其實像日本日本智慧隊看到大陸的軍機 也大概是像這樣 就彼此保持在一個平行的位置上 等於你看我 雙方都不要有過度越雷遲的這樣一個舉動 所以所謂的在空域交手的意思是說有看到的意思 對 看到而已不是真的有什麼樣戰術上面的 沒有 第一如果說你有戰術上的這種動作 首先你也露了底了 就是說人家就會知道你今天碰到我的時候 你可能會採取什麼樣的戰術作為 那其實因為雙方都不會願意 讓人家知道這一塊 所以其實這麼多年來的默契 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戰機在雙方在海峽上 或者是我們剛剛講的新南空域上看到 都是保持平行一個距離 那像之前有人說 我們的戰機不是飛到離大陸的轟-6K轟炸機很近的地方嗎 大陸也有貼影片跟照片出來 我們也有貼影片跟照片 因為轟炸機比較不一樣 相對來講你可能可以飛得離它稍微近一點 幹嘛來也可以有比較好的拍攝效果 但其實說真的你真的要靠近它 如果而且當時附近又有大陸的戰機 護航的轟炸機的話 我們也不會靠太近 為什麼 因為你一旦靠太近 那這個時候雙方就有可能 就我剛剛講 以戰鬥機編員來說 你如果飛到在它的後方 它就會很緊張 你知道你在幹什麼 然後這個時候它就可能會採取一些動作 要去看你 不管是拉上來或者什麼 它就要想辦法去看你在幹什麼 那這個時候 一旦雙方進入這樣一個階段 那對不起 就有可能開始進入這樣一個螺旋 這個感覺就是交手 那才是交手 但是說真的其實不會 現在還沒有交手 還沒有交手 就是彼此相互監控 應該這麼說啦 對 接著一個問題來了 中國大陸的外交坦白說 他們的外交的處理手段拿捏是很成熟的 不是越來越成熟 是非常成熟 我為什麼會這麼說非常成熟 您想想看 哈薩克語原本是前蘇聯集團的一個成員 所以它裡面使用的是哈薩克語跟俄語 因此在它的跟中國跟俄國的關係中 它是比較跟俄國關係比較密切 但是當哈薩克脫離俄國獨立的時候 就1991年的時候 哈薩克當時的總統 他就認為說不能夠完全依賴 俄羅斯或是前蘇聯 應該是俄羅斯 因為那是蘇聯集團崩解的時候 所以哈薩克他就認為 他不能完全依賴俄羅斯 所以哈薩克在最早的時間 因為那時候大陸很窮 很落後 1991年 改革開放才剛剛開始而已 才剛開始一段時間 所以對哈薩克來講 他就引進了美國的石油公司 就進來了 所以他等於是因為他知道他的資產 就是石油天然氣 可是他不用俄國的石油天然氣公司 避免過度依賴 所以他走這種權力平衡 他就引進了這個美國的公司進來 也等於是引進了美國的勢力了 因為這些大的石油公司 背後都是參議員 都是財團 也都是這個政治人物 例如說 布希家族就是石油集團 所以他們都知道 這個都是美國的 參眾議員的議員 他們都養好幾個參眾議員的議員 然後他們本身也是美國的總統 或是美國的州長 這些豪門的背後的最大的 他們本身可能就擁有這些公司 跟這些資產 所以這些公司進來 哈薩克等於是美國的政治勢力進來 他做一個平衡 可是當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開放 越來越成功 國家越來越富裕 習近平開始在推 2013年推一帶一路的時候 他跟哈薩克的連結就越來越強了 而跟哈薩克的連結越來越強 這個就不是石油公司所能替代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交通網路的打通 交通網路的打通以後 使這個哈薩克成為中國大陸 進入中亞的一個樞紐點 也是讓歐洲跟中亞的國家 進入中國大陸的一個樞紐點 那他帶來的利益就不是一次性的石油開採就沒有了 就會孤解的一天 他帶來的是商業的經濟的貿易的巨大的利益 所以哈薩克他跟中國大陸關係就越來越密了 越來越密因此他們就建立了一個全天候的 就是建立一個永久的全面性的戰略夥伴關係 那也就是說兩國的關係要永為友好 永遠是好朋友的關係 但是對大陸來講他還是很清楚 對俄羅斯來說 他更把哈薩克看為他的後院 而不是把中國大陸 而不是中國大陸把哈薩克看為後院 因為他很清楚知道俄羅斯更在乎這個 所以如果大陸更加的積極 更加的有企圖心 俄國一定會產生懷疑或是產生嫌隙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的處理是這樣子 一剛開始的時候有打電話關心 說你能夠處理得很好 就是習近平給哈薩克總統說 你可以處理得很好 我們對你有信心 但是呢他適當也stand by在那個地方 他沒有出手 他在看的是普丁 他也跟普丁他們有聯絡 那跟普丁聯絡以後 普丁就決定用集體安全組織的力量 把維和部隊派進去 但是當集體安全部隊進去之後 習近平才發布說上海合作組織的 防恐的力量會協助你 也就是你哈薩克你一旦有需要的話 上海合作組織的防恐的力量 就是這些武警的力量 也可以進入哈薩克來幫你平亂 這樣的情形你看 先考慮尊重俄羅斯對哈薩克的巨大的影響力 再來是補充他的軍力跟警力的不足的地方 你看這個是很成熟的一種外交 這樣的話會使俄國不會擔心 說中國想要染指 因為美國就在這個時間就挑撥 就要分化中國跟俄國在哈薩克的利益 對 然後他們找誰呢 找美國原來駐烏茲別克斯坦的那個大使 那個大使現在在美國的右派的一個智庫 擔任一個主任 就是中亞地區的一個主任 結果他就召開一個研討會 發布新聞說 中國大陸對於哈薩克斯坦 有強大的野心 虎視眈眈等待俄羅斯的失敗 他說俄羅斯如果違和行動失敗的時候 中國大陸就會取代俄羅斯 所留下來的權力真空 把哈薩克整個壟斷進來 成為他們家的後院 你看美國人就在這個時候要挑撥中俄之間 但是你看大陸的出手 他就考慮到俄國之間的感受 這個就是什麼 其實這個就是成熟的外交 也就是說大陸對哈薩克沒有野心 他只是希望他成為一帶一路安全穩定的一個交通的枢紐的 對這樣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跟你講倒楣的都是下任總統 2024以後的總統 對我們那個總統 他要貼著爛攤子有夠多的 一大堆 而且還不只這樣 還有中國的武統也做好部署 我還沒講這個 所以2024到2028 你現在在勸退是不是 就是說欸 告訴你2024這個總統很難做 賴清德你想清楚喔 鄭文燦你想清楚喔 任何人做都很難做 對啊都想清楚喔 你現在在勸退大家 不是啊你就真的碰到了嘛 我剛剛已經累積了幾個因素了 第一個是缺電 第一個是RCEP的企業出走潮 那第三個是中國的武統的部署 基本大概建立了 對啊然後你的外交危機也會繼續惡化 就這樣 沒一件好事就是 沒一件好事 沒有一件好事 而且因為你也知道習近平就是 今年年底他要續第三任嘛 今年是2022 那到2027他第三任就做完了嘛 那你認為他第三任 不會想對台海有點 那就希望他繼續做第四任啊 沒有啦那個是另外一回事啦 他不一定會做第四任啦 可是就是說他總要有點攻擊吧 所以叫他不要急 叫他讓他做第四任 要處理第四任再來處理啊 這個人也有年紀的考慮啦 當然如果坦白講啦 政治人物最大的上限就是年紀啦 你年紀大了 判斷就會失准 人類總是有這種對不對 受命的限制 而且會疲勞嘛 體力的限制 受命的限制 對對對 然後腦袋精準的限制 所以你會逐漸 拜登撐很久 拜登常常出差錯嘛對不對 那川普到底是吃了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反正 反正就是 2024內一任的總統 一定是台灣有史以來最辛苦的總統 真的太悲慘了 不過你講到這個中國大陸 可能已經連武統的軍事準備 都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下一任的總統的任期內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開始準備我們的軍事 也要做軍事準備 這個非常可笑 可笑 因為現在軍事戰爭沒有人在野外主餐的啦 野催 沒有啦 因為大部分都是快膝的產品嘛 口糧啊什麼罐頭的 我跟你講那個快膝就是撕開他就加熱 他裡面還有加熱裝置 這根本不必要生火了 根本沒有這個就是白癡啦 邱國正欸國防部長親自下令欸 那就是邱國正對各個先進國家的那個軍隊 那個火石啦 沒有研究的高科技化他沒有研究嘛 我們整個國防部沒有其他幕僚有研究嗎 那我就可能沒有人敢講話 沒有人敢講話 我覺得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我跟你講啦 全世界都沒有在生活了 很多都沒有啦 中國俄羅斯很多 因為那種 連磁劑都做過 磁劑在救災的時候他發了那個包啊 那個一撕開就自動加熱了嘛 還包括可以煮成稀飯啊 還有泡麵啊 那就自動加熱了啦 你只要找到水可以倒進去他就加熱了 這個這種技術早就成熟了 你做這個開玩笑嘛 還在學野催 太可笑了啦 那至於怎麼蔬菜啦 肉品啦 這個熟食怎麼真空 隨身攜帶 這種早就有了 美國跟俄羅斯他們在檯面下一些交換 我們不一定看得到的 新聞不一定會講的 但是他們有些交換 交換之後呢 雙方各找個台階 然後就撤了 這個談判 目前這幾個回合就結束了 我覺得這也是蠻有可能的 因為拜登政府團隊 它是一個外交談判 這個很有 怎麼講 它就是以外交談判為主的 不像他前一任的這個川普政府 很充直撞 不管人家的 所以拜登政府他 某些地方 其實是比川普細膩很多 好 那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再加上普廷其實他的目標 他就講得很白了嘛 我就是要 烏克蘭不要加入北約 我就是要我過去的加盟共和國 不要擺上新的攻擊性武器 或有新的基地 你們假如同意的話 事情就解決了 但是我也想到一點就是烏克蘭其實內部還有一些人一直認為說美國會強力的挺烏克蘭 甚至烏克蘭他的這個我記得總統府的幕僚長也講說這個烏克蘭的跟美國的元首在通話的時候拜登還答應了烏克蘭說你們如果要申請加入北約那是你們的決定 你們可以去做 但是呢 同不同意能不能成不只是你們了 還有包括北約那邊要同意才行 所以烏克蘭一直官方啦一直給內部的民眾有這樣的一種想法 就是說美國其實同意我們加入的 給了一張空白支票 對 幾千帳美國申請 那按照北約來講 美國當然是北約的其中一員而已啦 當然他是最大的一員 而且最有影響力的一員 所以美國如果按照烏克蘭官方這樣的說法的話 其實看得出來美國也不敢把整個責任背到自己背上 他也說好你烏克蘭你就自己決定啊 你是主權國家 就像最近看到這個立陶宛跟中國大陸的緊張 美國也是說立陶宛你可以做自己的決定 這是立陶宛主權的決定 對 但背後到底美國扮演多少角色 立陶宛這當然是一回事 烏克蘭這邊我覺得 烏克蘭一直還是有些人他有一些想法 認為說美國嘴巴雖然說沒有百分之百的那麼支持 但美國沒有反對嘛 對不對 就像你看像譬如說台灣獨立好了 常常有人會說美國沒有反對啊 對美國只是說不支持而已啊 因為美國確實沒有說我反對台灣獨立嘛 所以烏克蘭我覺得跟台灣這方面或許有那麼一點點接近 就覺得說哎呀美國其實心裡還是支持我的啦 但是呢美國也跟我講說最後這決定是我自己要做 因為我是主權獨立國家嘛 反正美國就這樣子 對台灣對烏克蘭都是這樣講 不過對烏克蘭這件事情喔 台灣可能最需要值得觀察的是說 在跟俄羅斯的談判過程當中喔 他會不會我們最後看到的結果是俄羅斯撤軍了 可是並沒有看到他們台面下的交易是什麼 那也許你說拜登團隊的外交操作非常的細膩 那有些地方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非常的細膩 也許在不久的未來 大家才發現原來美國已經把烏克蘭賣掉了 但是在此時此刻 只看到俄羅斯撤軍美國好像贏了 但是並不知道烏克蘭的利益是不是被美國出賣了 你剛剛講到說烏克蘭從烏克蘭可以看到台灣 台灣是不是也要警惕這件事情 台灣其實我覺得我們大家都知道 美國對我們中華民國是最重要的一個外國 可是確實就是美國在這些關鍵的地方 至少在台面上 他不會直接講說我挺你挺到底 其實我覺得以台灣跟烏克蘭這樣的狀況 其實烏克蘭或許美國挺了還比較用力一點點 因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美國好像又要撥兩億美元左右的軍事援助 但我不知道這一個是烏克蘭全部是免費拿到 還是烏克蘭有些部分要跟美國買 但是呢至少就是說這個美國他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是很直接的 而且很迅速的 然後呢他也比較明確的在軍事行動上面 也會在烏克蘭的這個後面給予支持 但是在台灣來講的話 其實台灣感覺上跟烏克蘭一比 台灣就在口頭上 美國常會講台灣怎麼樣烏克蘭怎麼樣 反正感覺好像都是美國很關心台灣很關心烏克蘭 可是在在實際給予的支持上面 其實台灣真的要小心 因為美國他在東亞並沒有一個北約這個組織 可以去支持美國在東亞的這些外交政策 不是要印太 印太 但他的印太 對你可以看到像這個QUAD四方安全對話好了 美國澳洲日本印度 其實現在僅僅跟著美國的就是澳洲 日本其實一直跟著美國 但是日本大多數的時候 他其實會很小心 不要真的越線 跟北京的關係搞到幾乎到決裂的地方 那印度更不用講 印度自己都說我一直是奉行我的 獨立自主的政策 反正我覺得哪邊對我國家利益是有幫助的 我就會去做 所以你看到印度很多地方跟美國握手 但是印度在其他的地方 譬如說邊界跟中國大陸吵架就吵架 但是你看像穆迪在邊界問題的前幾年 一樣飛到中國大飛到武漢跟習近平見面 大家在那邊舉行高峰會 然後印度他繼續在跟中國大陸的這些 經貿的活動等等 然後外交的關係也並沒有決裂 所以印度其實他在四方安全對話裡面 他的所展現的所謂的彈性是很大的 那更不用講說 這個有人說那這個四方安全對話 現在看起來好像可以成為一個亞洲小北約 但是我也常常講這個亞洲小北約 先不用講說他們這四個主要的參與方 是不是能夠齐心一致 變成一個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 這樣的一個軍事同盟 這先不論 但是你只要看到亞洲小北約面對的是 俄羅斯北韓中國大陸三個核武國家 你就知道這亞洲小北約 這個參加起來好像這個成本效益 好像不太符合一般國家的期望 比歐洲大北約還辛苦 對歐洲大北約只要針對俄羅斯就好 因為像白俄羅斯 對他有核武 但他的核武已經很老舊 雖然說他也可以用了 那烏克蘭的核武 烏克蘭現在 現在的烏克蘭是倒向西方的嘛 所以再怎麼樣 北約這麼大一個軍事組織 我為人人的組織 人人為我的組織 然後他只面對了俄羅斯 其實這是主要的核武威脅 白俄羅斯我算了 但是真的很小 亞洲的所謂的小北約 怎麼可能 你要面對俄羅斯 北韓中國大陸 所以我覺得美國在亞洲 撐台灣的力量 在軍事上面 特別軍事上面 為什麼遜於烏克蘭 很明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亞洲沒有美國可以依托的 那種主要的軍事同盟力量 而且是大到足以 可以跟中國大陸 可以壓制中國大陸的 這些軍事的行動 經濟上面 就是吃了萊豬 這公投過了之後 就說CPTPP要來的嘛 日本是這個輪值國 我們趕快把核食也順便吃一吃 吃完之後呢 這個CPTP門票就來 有沒有這麼簡單 大家不知道 那這件事情在公投結束之後 CPTP沒聽到任何的進度 只聽到說核食要不要開放 是開放之後 CPTPP就來 門票就來了嗎 應該這麼講 蔡英文政府很早就 給美國跟日本 私下的同意書 就是說我一定讓你來租進來 我一定讓你核食進來 只是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到2020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我慢慢慢慢慢慢 所以日本核食在公投過了以後啊 所以基本上日本核食進入台灣是指日可待 這是事在必行 對 那日本方面講是說 你先通過了嘛 你先讓我核食進來 我們再來談CPTPP嘛 那也不保證我CPTPP 我還有其他的要求啊 其他要求都合乎了 就讓你參加嘛 因為CPTPP有個特徵 就是說 你要跟不同的國家去協商 像CPTPP成員國家有很多國家嘛 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協商 協商出來的結果了以後 大家都同意你才能夠加入 所以有這麼一個情形在裡面 那日本啊很壞 他一方面就說 台灣你要參加是不是 可是你第一件不在中國大陸後面嘛 那中國大陸當然對日本比較重要嘛 所以會把你壓一下 對不起我跟中國大陸 拿打台灣牌來跟你討價還價 我讓台灣比較晚一點參加 你中國大陸付什麼代價 你要做什麼推浪 所以變成是 台灣就是讓日本抹求 中國大陸的利益的一個很好的籌碼 那我們台灣就有乖乖的 好嗎先吞核石吞個幾年再說吧 那這也是小國家被大國的利用 你意思是要中國談完 台灣才有機會 一定是如此 一定是如此 為什麼 你如果日本你會不會這麼奸詐 會嘛 日本跟台灣這麼好怎麼可以這樣 親兄弟名奸詐 我名奸詐 因為日本是台灣最大的陸超過 台灣從來對日本沒有出超過 但是請問你 日本有沒有對台灣特別的好 也沒有 日本有沒有像中國大陸來說 會台措施 一樣都沒有 對不對 他們只會給民進黨的特定政治人物好處 其他不會給的 台灣是小弟弟 先擺旁邊 還稱呼人家大哥哥 應該怎麼講 日本派駐台灣的一個代表 在日本的外交系統裡面不是什麼多高檔 他們最高檔一定什麼派駐美國 俄羅斯 中國大陸 什麼新加坡 歐盟 那派到台灣是 外交官系統裡面的最小咖的 我敢講最小咖的 大概派到跟柏柳差不多吧 對不起 然後這種角色 我們的外交部長竟然稱呼他為大哥哥 哎呀我聽到我實在是暈倒啊 哎呀實在是 不提啦 不提啦